之前在网上经常流传着 西游记在明朝的时候是禁书的这个说法 而背景的原因是 里面有很多反动的内容 独立于皇帝的统治 比如说孙悟空大闹天宫 象征着教唆底层老百姓 战队皇上 而且他还说了 皇帝轮流坐等话 触犯了皇权 所以被封杀了 其实关于这个说法 在史集中并无记载 不知道来源于何处 而我们反而在明代 混官刘若宇写的笔记 《卓中志》中 看到当时皇宫里的人 非常喜欢看戏 而最受爱戴的节目 偏偏是大闹天宫 所以通过这个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西游记很有可能 并不是禁书 我希望这次翻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水 我加药迁 已开放 中文字幕——YK